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1日 刚才呢 从台湾的一个电视节目 年代向前看 这个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军事专家 叫吴明杰 他发表了一个观点 以前我经常看关键时刻 也看台湾这个年代向前看 都办得不错 特别是像这位吴明杰的 是专门研究军事方面的 看来他对武器 对战略战术 还有各个国家军事情况 那非常是有研究 非常到位 应该这讲是值得 我佩服 但是我觉得他对大陆的部队 实在是缺乏了解 他刚才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王海运 就是有一个退休的将领 这一两天又发表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呢 说七天内 解放军这个将武统 就可以武统台湾了 我看他觉得 这个这种情况 这个似乎好像 这个也有这种可能 这个本人认为 中国这些军事将领 即使是退休以后 他们如果出来 公开发表观点 都不代表个人 这都是指上级领导 下派的指令 为什么这个将领 有的今天这样讲 有的那样讲 有的扮演是鹰派 有的是这个鸽派的 其实目的就是一个 这个搅混水 在舆论场上 这个搞点声势 心底战 对台湾海峡 关心台湾的海峡 这个两岸的 局势的一些 各方面的人士 就进行这个心理的 这个震慑 特别是台湾岛内的一些 一些这个政要 一些官员 一些部队 一些这个师官 等等 所以说有一些人 就发表一些 好像很温和 踏到自己的 这个共军的能力 这个设备 局势设施落后 等等 这前几天我也讲过 但也有呢 就把话讲得非常满 一周内就巫统了 台湾了 等等了 好像是仨有介石 我认为呢 中国共产党 这个腐败的军队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想他 在党内这个军队 军队里边 搞了所谓的军改 那不外乎就是 几个军区 这个重新的合并 整合 这个境界 然后再重新挑选 这个领导人 这个军头 这个过去是七大军区 现在变成了五个战区 如此而言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这个改革 因为什么呢 那真正的改革应该是 部队国家化 是不是 不要介入政治 但中国这军队啊 这个完全是 派系斗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这和其他的 美国 加拿大 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和这个台湾也不一样 中国这军队内部这个 一个是腐败问题 就非常的严重 你想这种政治体制 它跟地方一样 这个养尊处有很多年 在部队里面 用句通俗话讲 那些将领啊 能够提升靠舍 一个是斗心眼 在机关里 天天互相斗 随着恶语奉承 把上级搞好了 这个领导印象好 提拔上来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脉关欲绝 这是非常的盛行的 那习近平上来以后 搞所谓反腐败 在一定的程度上 对部队这个 买官卖官的问题 行费之汇的问题啊 的确是有一些 这个打击啊 抓捕了很多的 这个高级将领啊 但是这些将领 你抓了半天 都局限于什么 局限于对立派 那么第一场这个 内斗就是 这个江泽民的底细 这个郭伯雄和徐塞后 一个东北一回 一个西里拉 那徐塞后呢 但是我们大连人啊 大连网房店人 那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徐塞后 他怎么上去了 那他不就是一位 能拔击上 这个 这个江泽民嘛 是不是啊 他有什么本事 他也没有什么 作战的这个经验 靠什么上去 就是对江泽民 重心耿耿 这个也是破额体吧 没什么本事 后来在内斗当中 死掉了 死的是很惨 有此不明不白 这是第一步 当时整这个 周永康的时候 出了第一个 站出来支持习近平 那就是徐塞后和 郭伯雄了 代表军队啊 坚决支持 习主席 习和信 拿下了这个正法王 十年正法王 周永康 随后呢 他以为自己安全 这个 可以这样讲 算是做出贡献了 但是第二步 没想到 又整整进去了 整进去又换成这个 换成这个 又变成这个 习近平 支持习近平的 变成了 方峰湖和张扬 又支持这个习近平 整郭伯雄和徐塞鸥 整完之后 方 就方峰湖和张扬 又倒下来 而且每一次 都是有一个人 这个死掉了 或者是自杀 还是病死 很难讲清楚 接着就会是第三步 你想这不对 这种情况 人人自伪 四年出格 随都不信 怎么能打仗 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还有刚才讲到 这个腐败 这个从基层 一直到沙边 一位最大的腐败分子 就是江泽民 做完最为主席 他他的钱比随都多 你想他要不收礼 不收钱 这个徐塞后 和郭伯雄能上去吗 那你再往下看 这房峰湖 张扬腐败 那你胡锦涛 虽然是没有收钱收 但最起码灯下黑 没有这个 这个 及时点烂日腐败 那么 这个 共情团派 这个 当然这个 体系 就支持他们的 在部队当中 主要是房峰湖的 那么 有一些共情团派的 这个 领导 你包括李克强 包括这些 胡孙华 他们都没有机会 这个接触部队 主要是靠着 胡锦涛接触 那胡锦涛是 当时上来以后 背后还有一个 太上皇 再加上自己 比较内敛 比较谨慎 小心 胆小 不敢得罪 这个 军头们 但是军头身边这些人 这个宗族部 抓了这个 几百名大老虎 很多一批 都是高级将领 那第三波 那还会发生 一定会的 我相信的 你想 在这种情况下 既腐败又内斗 哪有战斗力 你根本就没有 它是一个 依仗队式的 表演式的 取决于上级的 做样子 给上级看的 这么一支部队 到了什么 大庆 到了什么庆典 到了什么阅兵 那都表现良好 也真正开战的时候 两面人都变成一面人了 一个家里放着钱 成敦 情扶一群 痴生子的大帮子 这样的将领 能打仗吗 没有战斗力 怕死 还顾及他这些钱 你何况 从习近平角度来讲 作为最高领导人 在这个新冠肺炎 这个泛滥之初的时候 自己都怕了 你何况要跟美国 拥有军事战争的 实战经验 非常丰富 美军来开战 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 他们也知道 台湾问题不是孤立的 它是和美国连着的 日本也连着的 是一个国际化的 国际性的 各个国家都有利益在里面的 而且现在已经造成 目前这种现实 情况非常复杂 他不会轻举妄动的 因为一旦开战 那就等于说打开 打破了僵局 打破僵局之后 那么就会出现 一个是部队本身战斗力不行 你作战的实战经验不行 另外还有一个 这些内斗可能造成 有的这些军阀呀 这个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降在外 军民有所不守 甚至掉转枪口 甚至反叛 这个军法格局的局面 形成都有可能 所以说 习近平现在是 非常的小心 但是他没有办法 已经一系列的 就这个政策 已经把美国得罪了 走不回去了 他又不能承认 自己的错误 僵持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他要 让刘鹤和这个美国的 莱特希泽 这个搞一个预设的 就是在八月份通电话 就想把这个事件往后拖一拖 然后在这个期间 在南海高点军演 高点军演 再来忽悠忽悠 国内那些老百姓 做给他们看 国内的官民要需要一些 每天都需要一些 能够鼓舞他们士气的 这种故事 特别是国内现在 矛盾非常深 压力非常大 你想洪水 这天灾人祸 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来了 经济又下滑 党内权力斗争激烈 那么维稳的行事严峻 老百姓找不到工作 等等 亚历大怎么办 通过在这南海 嗅嗅鸡肉 搞点故事 转移死线 需要在中印边境 搞点麻烦 要转移老百姓的愤怒 壮大 这个军队的影响力 这个在台海 动不动就要找一个将领 退休以后的 按照你一个工作 你出来讲一讲 说不定讲之前 这个稿件都是 这个领导 最高领导人 其次审阅的 那绝对不是自己 自己选择的动作 所以这个吴明杰 这个先生他不了解 宋国这个部队 中国不是台湾 不是美国 不是加拿大 没有言论自由 你不用说军队 你就党内的小官僚讲话 上登台讲话的时候 讲话委员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都是深思熟虑 有的时候领导都要看好几遍 说话出声 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祸从口出 中国是最严重的 你何况高级将领 公开发表观念 要武统台湾七天 这个肯定是 中央军委受命的 告诉这个叫王海运 你退休了 完了你就出来讲一讲 写好了稿件 你这样讲 另一个就出来那样讲 这是一场表演 怎么可能是他个人的观念 所以这个吴明杰 这个很单纯 这个王海运 可能属于鹰派 还说他分析 他这个人生经历 在海外工作过 这个应当说 这个眼光是比较宏大 不至于那样 咕噜寡斑 其实不是的 他在海外学习再多 回到现有这个体制内容的地头 是不是啊 那是有级别的 有家庭的 有孩子的 有这个个人的物质利益 放在里边 你看中共这个舆论场上 特别涉及到军队 那经常出现 出来谈话的都是什么呢 退休将领 他为什么在任的将领 他不让谈呢 在任将领出来 他没有回血的余地啊 如果是退休的 将来一旦谈话 谈出事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给换掉了 这个可以象征性的 做做样子 出费一下 藏起来 方便 你要卸任这些将领 他让他 回血起来就麻烦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中共的一种心底战 一种作秀 一种舆论宣传 不要太当真了 只能通过这些舆论宣传 你可以看出 总共目前这种这个 这个热锅上的蚂蚁 荒恐不安的这种情况 因为什么 他现在已经和美国 这个 之间这个争斗 已经进入了一个 这个 过去从未有过的 紧张的阶段了 你想美国现在已经宣布 下一周要对南海有关问题 进行发表演讲 发表宣言 这个 我估计这应该是表示美国 可能 这个 我认为美国很可能对中国 这个要动真热量 不是随便讲讲就完事了 你想美国历史上 什么时候 这个 一下死掉这十多万人 你想有这个故事吗 没有的 美国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何况现在 最近这一两天又出来一个 这个科学家 这个 讲到了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啊 这个 蔓延泛滥自出的一些问题 这些媒体啊 这些报道 那都是有备而来的 接着就是南海 这个要血丝 血严 那接着在下一步 前几天是中国搞军演 美国也搞军演 军机啊 是军舰 还是这个航空舞劫啊 这个都纷纷出来 这个展示自己的实力 那也是一种 这个表面上的一种 这个力量的展示啊 对对方都想进行这个 这个震慑 但是我过去 讲过啊 我对军事啊 绝对是一个外号 我要需要向这个吴明杰 就老弟学习啊 这个 但是 我认为我比他了解 中共这个 党内啊 军内的一些情况 毕竟在体制里做基准 做了将近20年 我想我太了解他们 这个情况了 特别是吴胜利 那我熟悉的不得了 就他训练这个 这个领导这支海军部队 能打仗吗 我认为 做做秀还可以 这就打仗 打不了仗 那当然了 如果说美国 这个置身 啊 世卫 全世界都坐着看 坐上观活动 仅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比试 那肯定了 你台湾 这个你的军事 这个 实力啊 和这个台湾 单独去 这个 比试 那肯定是 大陆 站在上风 但是台湾问题 刚刚讲到的 已经不是一个国家问题 美国不可能不介入 你想这在台协会 都存在多少年了 是不是啊 这个 所以说 本人认为 而且现在 这个美国像 这个台湾出出这个武器 过去是防御性的 现在都是 进攻性的 武器了 有一些这个 武器 飞机什么的 那都比大陆的 这个 都要陷进了 是不是啊 有一些飞弹 都可以发射到 这个 这个大陆这边来 所以说 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保护下 支持下 我认为啊 这个中共的军队 不会就是轻举妄动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即使他不想轻举妄动 现在美国是不依不饶了 美国现在川普 十一月份就要大选了 还有这么几个月 你想 他已经非常着急了 川普也明白 共产党 拖延时间 搞这个八月份 通电话 拖延时间 其实就是要 就等待这个拜登 现在积极拖延希望 在拜登 那么可能上了之后 把这个老川普 给他比下去 共产党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 因为拜登和中共 这个关系比较好 现在海外都有很多的报道 讲到拜登的儿子 在中国做生意 怎么样怎么样 论都很多 很难讲真和假 在这一点上 那肯定了 在这个和中共 对峙这个问题上 那肯定老川普 比这个拜登 要坚强的多 坚硬强硬的多 那么这个老川普 年事已高了 不可能就是 坐视良机 他肯定要遂应 这个美国的民意 要对中国进一步的施压 我认为这方面 毋庸置疑 什么这个武统台湾 搞不好 美国现在要对中国 在这一方面 进行这个 很可能突然间的 这种军事打击 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中国 目前这个部队啊 是自顾无暇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 就是怎么应战 而不是说 怎么出拳 主动攻击别人 我认为 我个人是这样 这个认为的 你想这个腐败的军队 一开战以后 多少两面人变成一面人的 何况军队当中 有很多人 或有二心 心在曹营 心在汉 就身在曹营 心在汉 那时候 在内陆当中 被整肃了 这个两拨人 郭伯雄啊 徐才欧 就是方峰辉 张扬 虽然他们本身 抓起来 有的死掉了 但是他们那些兄弟 在部队里边 那是渗透的 非常厉害 方方秘密都有啊 你看那个昨天 前天我讲到那个 西部战区 那个司令员和政委 那不都是 胡温那个时代 这个获得这个 受将 受将 受将这个 偷衔的吗 受将是他 是胡锦涛属于的 不是习近平啊 你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想啊 共青堂呢 为什么李克强 胡春华 现在冷静 有一定的这个 话语权 那就是意味着部队 有人支持 胡锦涛还减载呢 所以说 真正的开战 他们现在想的问题是 不是主动的去进攻 去这些事啊 现在问题是 怎么能守住 守住这个军事 这个底线啊 一旦美国 真正要一开战以后 肯定的军事打击 那就是非常的 这个猛烈啊 你想这个 前几天我讲过 你想老川普 打这个伊朗 这个苏兰曼尼的时候 斩首行动啊 那你想 他效率多高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 现在中共非常紧张 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在肉情况下 像这个叫王海运的 出来晃的一圈 那就是演个小品 逗一逗你 你台湾 这个玩儿的一样 所以这个 吴明杰 老弟 不必太当真 以为怎么样呢 那当然了 作为一个您的向前看 关键时刻这些节目啊 这个踏踏局势热闹一点 这个点击率高一点 这个可以是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 本人认为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 欺贴武统台湾 不可能的 根本是天方夜谈 是不是啊 我倒是 其实我个人 一直是主张和平的 和平啊 一家旗 过去我都鼓吹了很多年了 现在我这个梦想就破灭了 不可能 你想中国现在和美国这个关系 美国这个关系 已经无法走回过去的一个年代了 那个命运期了 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就是习近平的所谓 这个社会主义啊 这个特色的时代 什么特色 就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啊 也可能是失去了过去 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数十年的成果啊 中国老百姓要再次过这个 几日子的一个年代了 没有办法啊 因为你 既然你算是政权 搞了这么一个领导人 他自己又不能放弃手足的权力 那只有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再有良好的愿望 也无法劝解他们啊 这个就军事实力将来和美国的脚量 结局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中共很可能就是 这个 一泻千里啊 真的 很快就垮掉了 垮掉 然后再次清算啊 老百姓 就要清算他们的这个罪行啊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多了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那么今天的 这个海外集团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